YO 各位观众老M大家好 这也是洛晨 这一天我心血来潮 重新去看了一下《腐蜀》这部童年经典动漫 突然发现三动画依旧十分好看 但里面很多人给我的印象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小时候很希望蜀国得到胜利 长大了却期盼猫国能打一次胜仗 小时候很讨厌的反派小气猫 觉得它过于贪婪 卑鄙无耻 长大了才发现它是三国之中 唯一可以称得上是圣民的君王 那么这期视频将会从服务署前两季中的经典战役中 盘点出三国首领之间的差距 让大家看一看小气猫到底有多么贤民 而与之相对的蜀王到底有多么的昏庸 视频的开始前还是老惯例求一波三连 点赞过三千 下周继续爆肝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童年视频盘点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正式开始 故事的第一步是从《腐蜀之三十六记》开始讲起 当时的国家形势是蜀国被猫狗两国联手 赶到了寸草不生的布布岛上 接受着非人的压迫沦落成猫国奴隶 在这艰难的环境下 蜀王为了生存下去签订了以万元壮丁 换万斤大米的不平等条约 虽然是为了剩余国民的生存 但实在是太窝囊憋屈了 就不像一个贤民的君王能做出来的事情 而这还不止 在第二话的故事中 蜀王的表现更是拉垮 一听到猫军准备进攻蜀国的消息 二话不说 在大战之前就把开疆阔土的大将 伏伏蜀关进了大牢 然后理由是什么呢 就因为之前伏伏蜀帮助蜀国收复了国土 得罪了猫国 他就要在大战前把大将军关到牢狱之中 还想着投降后把无蜀交出去 换得猫国的原谅 这简直就是量蜀国之物力 结猫国之欢心 之前同意收复故土的又是你 现在准备投降的又是你 属实是昏庸啊 同时在这一部分中 蜀国连续两次结交狗国 表面上看起来是狗王背信契义 为了黄金财富反咬猫国一口 但其实从大局上来看 在这两次行动中 狗王表现得十分聪明 不仅保全了蜀国的力量 让其有能力牵制猫国 还分别从猫鼠两国中得到了大量的财富 正可谓一箭双雕 狗王完全没有网上某些人说的那么昏庸无能 而另一边 到了故事的第七话 无中生有 贼贼猫在多次战败后 为小青猫献上一祭 通过在蜀国城中散播谣言 说福福鼠将要取代蜀王 成为新王 以此来陷害福福鼠 这次猫国的计谋 可以说是非常歹毒了 果然不出所料 智商为附属的蜀王 二话不说就把福福鼠给抓了起来 幸亏福福鼠将计就计 通过假死骗过蜀王 又在猫国趁机大举入侵的时候 闪亮登场 才护注了蜀国的安危 这一部分小七猫痛骂蜀王是昏君的话语 特别解气 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第三十话 反客为主宗 蜀王身患重病 无蜀又在外征战 聪明智慧的蜀王 那心中可是万分不安啊 啪的一下就把贯穿了四部的蜀国 反派无敌蜀给叫了回来 代理朝政 这还得了 无敌蜀一座皇位 便没蜀王什么事情了 明明可以让福福鼠 或者宰相灰灰鼠之类的来代理朝政 非得选这种万恩负义的小人 只能说蜀王这个人 用人也没什么眼光 但是从第一季的表现来看 蜀王也不是毫无优点的 起码在国家治理上 他的实力还是颇为不俗 在第一季临近结尾的时候 蜀国的繁荣安定 让猫国这边的贼贼猫和醉醉猫 颇为羡慕 最终两人选择离开小气猫 辞官回家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猫国虽然富饶 但在小气猫的治理下 战火不断 民不聊生 也是对本国的百姓 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负担 并且这个时候的小气猫 还比较年轻气盛 比较任性 也会听信谗言 多次做出对大局不利的事情 还差点害死了醉醉猫 贼贼猫二人 只能说 此时的小气猫 起码在国家治理上 是比不上经验 老道的蜀王的 刚从父亲手中 接过皇位的小气猫 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而在第二季 服务署之孙子兵法中 几年后的小气猫 真的成长为了一位 贤明的君王 他不仅礼贤下士 亲自请回了 贼贼猫和醉醉猫二人 又在休战的几年内 培养了獠牙部队 大大提升了国家实力 使猫国 拥有了和狗国 可以掰一摆手腕的实力 可以说 这几年过去后 小气猫的能力 得到了飞速进步 而与之相对的 还是我们的蜀王 几年过去了 依旧不长寂静 还是那个 昏庸无能的铁饭筒 在恶人 残人的引导下 天天想着 俘蜀五人 统帅万军 功高正主 啥理由也没有 二话不说 就要杀了俘蜀 我的天哪 看着满屏昏君的弹幕 我相信大家也和我一样 都要气得高血压了 先别说 俘蜀五人关系密切 管理着国家大军 就连蜀王的女儿 阿兰公主 也对着俘蜀 颇有好感 如果真的有谋反之心 直接软禁蜀王 强娶公主为亲 接任蜀国国王之位 算说不上是名正言顺吧 但大意上 绝对是毫无问题的 根本就不用你这蜀王 整天疑神疑鬼 你不想想你自己 是什么饭桶 对外打仗唯唯诺诺 对付起自己人来 倒是牙尖嘴利了 每次到了最后 就连对面反派 都看不下去了 要嘲讽一波 蜀王昏庸无能 唉 就没有一点长进啊 动手 啊 啊 父王 你 你 投上猫果了吗 我 我也不知道啊 怎么会有猫果部队 你这傻瓜 现在才明白过来 像你这样愚蠢的国王 死不足惜 而与之相对的 在第二部孙子兵法中 小气猫的实力 真是不容轻视 在三路大军大败 慌忙逃窜的时候 选择一人留守后方 掩护猫军撤退 上演了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的名场面 人军撤退 我来断后 不能放他们走 你最想折斩 抱掩红牙车 小心啊 这一战的小气猫 真的让我刮目相看 在开战之前 先是有勇有谋 对蜀军布下了 十分有力的围剿 战斗中又是实力超群 一人断后 接连击败蜀国三名大将 战斗结束后 更是体贴下属 无比关心 懒懒猫贼贼贼猫二人 受伤的情况 和脑子一热 就开始残害同胞的蜀王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唉 这蜀王在前两步中 真的毫无长进 很多时候我都希望 服蜀接任蜀国国王的位置 带领国家走向 更强盛的未来 不比这昏庸无能的 老头子好一百倍 但话虽然是这么说 烂尼还是扶得上墙的 在第三步 服蜀之战国风云中 蜀王还算是有所成长 愿意为了大义牺牲自我 也学会了信任服蜀 不听信小人的谗言 还算是颇为欣慰的 蜀王软弱了这么久 总算是干了点正事 总体来说 我个人认为 服蜀之中 君王的评价是 猫王大于狗王 大于蜀王 小七猫能文能武 正常情况下 实力强于第二部的服务署 差不多等同于 第三部的服务署 再加上小七猫 年纪轻轻 成长潜力十分巨大 从第一部的故事中 小七猫还会听信谗言 时常做出错误的判断 而到了第二部中 变得稳健成熟 不单单能够出谋划策 运筹帷幄 统帅三军 还善于把控人才 调节手下将军们之间的关系 在小七猫的领导下 猫国的实力 可以说是蒸蒸日上 我们完全可以看到 小七猫所做出的努力 以及他个人的人格魅力 他值得被称为一代贤君 而狗王汪汪狗 很多人以为他随风倒 两面三刀 但从大局上来讲 狗王作为三国的超强战力 起码在武力上 基本上是冠绝天下了 同时表面上 他虽然看起来贪婪无耻 但实际上 都在为了自己国家利益的考量 置身于猫鼠两国战争之外 从中闷声发大财 三纪下来 也为国家谋取了非常多利益了 而鼠王前两季的表现 真的是一言难尽 愚蠢懦弱 投降派 总是喜欢推卸责任 还成天疑神疑鬼 初开国家治理还算不错之外 真的是毫无优点 虽然到了第三部第四部中 略有成长 但只是做到了勉强一个帝王 应该做到的基本程度 所以总体来讲 我对鼠王的评价不高 不知道大家对于我的观点 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中 互相讨论 那么如果想了解 服务鼠的后续故事 可以直接在B站搜索 之前被血藏的第四季 也在巴友的努力下 被公布了出来 虽然变成了3D画风 奇丑无比 特效配音也做得稀烂 但不得不说 剧情做得是真的好 即使已经烂成了这样 也不能掩盖 服务鼠这部动画的精彩之处 那么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多多三连 点赞越多更新越快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拜拜